還有一些未到的困擾這樣 然後跟住宅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小的噪音 然後另外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圖比較清楚了 就是說這條爆山溪會進到我們的農村皮裡面 然後這個紅色的範圍就是圖16潛似漆的範圍 然後另外我們剛剛有講到說這塊基地它是下凹的基地嘛 然後所以就是你知道生物它也不可能去跳樓 所以這個這種陡峭現在畫黑色的這個線啊 這種那麼陡峭的地方對它來說它是沒有辦法進出的 那它要怎麼進出呢 它的進出其實是靠說我們這裡有一條溪溝 然後是這裡的地方是最順階就是跟道路最順階的地方 所以如果今天早上張波老師有講到說穿山甲或是白皮心 它要進來的話它除了從不會爬樹的 它就沒有辦法從樹冠層飛進來 它就一定要從這個路上的這個平路進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設計我們的分區的配置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你總不能說動物明明就從這裡進來 然後你把生物的基地放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樣就會不太合理 然後所以這些資訊都是你們等一下在設計你們的圖面 大家一起討論的時候需要參考的資料 然後另外就是水質很重要 而且我們那時候在採集的時候覺得說 欸這邊的水看起來很乾淨 然後但是我們真的去做了水質的檢測的時候 發現說它並不是那種可以清水的夾集水類 它反而只有椅類跟柄類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是因為上游農地施肥 然後跟社區的家庭污水 然後所以導致說它的大腸的感菌的就是菌落素很高 然後所以讓它的這個水質下降 然後我們希望說經過這個濕地之後 看能不能提升它的水質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做了相關的專探的報告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這裡有溢水溢水 我們鑽了五個洞然後就有三個溢水 溢水是什麼意思呢 表示說它的地下水位很高 然後這個是5月初的時候的狀況 然後但是5月初已經開始進入汛期 就算水量比較豐富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水位還是有可能上下 然後但是說因為這個地下水位比較高 就讓我們比較有信心嘛 就是說鋪水期或是什麼收定 我們起碼還有一個地下水源的資源可以來使用 然後另外你可以看到就是 現在這個黃色的部分是黏土層 然後因為我們知道說 它目前專探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地下大概2米4米左右的地方 然後是看起來像是黏土層的東西 有可能就是說早年這真的是永春皮的地方 然後鮮冷夯食出來的黏土層 就是防漏水層 然後也因為這個黏土是防漏水層 所以我們未來這邊做濕地其實是有很大的機會 因為不怕說水漏光了嘛 因為如果你是在一個沙質的地層上做設計濕地的話 你那個防漏要做得很好嘛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 已經有老天爺給的禮物了 然後在生態的部分啊 我們那時候是 在還沒有做真正的生態調查之前 我們其實有做推估 那這個推估怎麼來的呢 我們其實是說 因為永春皮它就在四壽山的附近 然後它以前又是一個皮躺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根據說 台北郊山會出現什麼物種 然後跟台北的皮躺曾經出現什麼物種 來做為就是生態的推測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推測說 可能有大赤無鼠啊 靈角蕭 高體龐坡 然後台北樹瓜等等的物種會進來 然後在我們真正調查的時候 就發現我們已經做了第一季的調查了 然後這個第一季的調查裡面 你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區內有保育類的靈角蕭 無色鳥就是有的 然後比如說 共德式赤蛙 然後等等 然後在區外 區外也沒有真的很區外 就是大概就是豹山的這個部分 我們從豹山就已經有台北樹瓜 德又蛙 然後或是大赤無鼠 然後現在這些紅色 欸大家可能會很好奇說 欸為什麼外面有一些生物的候選人 那這候選人到底怎麼來的 其實候選人是從這個生物調查來的 就是希望說可以拉近就是 人跟動物之間的關係 就有點像是說 它就是變成你的寵物了 的這個意思 然後這是一些相關的 比如說蜻蜓 我們沒有調查到五霸溝解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基地在這兒 可是我們是區外的調查 有看到這些生物 那有看到表示說 欸那如果說我們這裡棲地 營造的夠好的話 這些動物其實是會慢慢的進來的 是有很大的機會的 然後我們剛剛看的是 欸這個永春皮濕地裡面 目前的現況 然後有很多的限制 一些條件 然後欸我們也分享一些相關的濕地 案例讓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說你到底要怎麼樣設計一個好的濕地 然後它也可以兼顧說 欸動物也要使用 然後人也要使用 然後我們現在講的是哈爾濱的群地 濕地公園 然後這個濕地公園啊 不是只有濕地 只有水而已 你看它其實它創造了不同的濕地環境 比如說次森林帶 還有森林區 然後森林區旁邊有濕地 那這代表就是說 因為比如說像台北蘇巴 它可能就會 它也需要 它喜歡住在森林裡 可是它可能在產卵期 或是在某一個季節的時候 它喜歡在濕地的環境裡面 所以你如果只有水 它也不想來 它要水旁邊的森林 就是要兩個加在一起 它才會來 然後或者是說 欸有一些比較淺的地方 那為什麼要做淺的草折呢 你知道人的腳有長有短 然後鳥也是嘛 你如果就是一個很深的水塘 然後那短腳的不就沒東西可以吃了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是需要有一些 比較淺的草折 然後但是我們也有一些 比較深的水 開放式的水域可以用 然後所以我們在設計一個好的濕地公園的時候 其實是要考慮不同的棲地的設計 然後這個基地啊 它其實 它是一個大開發案 所以它未來 它的四邊 全部都會是高樓 然後所以 也因為它是全部都 四邊全部都是零高樓的狀況下 所以它就乾脆把最外圍的這一圈 當作人圍的活動區 然後裡面的這一圈 當作是生態富裕區 然後但是 這樣子的設計原則 不一定適用於我們永春皮的設計 因為我們永春皮是一邊靠山 一邊靠四區 所以我們其實應該 我們還是可以分不同的區域 因為不同的區域 你才比較不會說 唉能活動的時候 該講到動物的活動 但是沒有一定說 就是這種環狀的分布 所以你等一下你可以跟你的桌長們一起討論 就是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我們 這是一些比較近的照片 跟他們所瓶造出來的 西地的樣子 然後可能有一些 回收的廢料的觀景台 然後但是 你知道我們設計一個 私地公園的時候 它不是一個原始的森林 只給生物用 因為其實只有在人 它了解的生物 它清淨環境 它觀察到它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才會真的覺得說 唉保護這些動物 是我們的很重要的一件 然後所以設計一些 就是可停留 然後可以導覽 可以觀察的空間 還是很重要 就是這些環境教育的空間 是很重要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他們有 他們有設計一些比較 靠近在環 嗯 旁邊的路線 但是也有設計比較高的路線 然後但是其實 中間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因為它是生物保育區 所以它不會讓人的動線 插到這個中間 生態 富裕區裡面去 好 那剛剛 剛剛這個公園講的 然後現在在 我們在把鏡頭 拉回到貴州 然後這是 貴州的六盆水的 你浮濕地公園 然後這個濕地公園 它其實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 根本就是田 那這個田 他們遇到的狀況是什麼呢? 一個是說 他們把 原本的水 溝渠化 那溝渠化 然後或是把原本的湖 然後填起來 做成淤田的 然後但是他們現在 在開始飽受後果 就是說 一個是說 上游的污水一直排下來 然後或是說 下大雨的時候 這些雨田 全部都 又被淹滿了 就是又淹水了 就對了 所以他們就想要 重新解決問題 他們要把地 還給 還給 濕地 跟生物 跟水了 然後所以他們就做一個 這個新的改革案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剛剛的那些田 其實就被開挖 比如說他們就有設計 比如說大的湖面 然後也有這種比較細微型 長條型的湖面 也有像這種 小河流的這種 然後 為什麼要設計這些 大小不同形狀的水體呢 因為你知道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有的 有的動物它比較喜歡 在小河川裡面 有些動物它喜歡 你知道它是游泳的 然後它喜歡 在開闊的水域裡面 所以 你在設計這 不同的水域的時候 對人來說 人會覺得漂亮 因為地質很豐富 那對生物來說 每個 就是就可以有很多種 不同的生物 找到他們各自的家 然後 這是 一些相關的 的照片 然後還有活動 人活動的空間 然後甚至說 在比如說出入口的地方 或是一些活動的廣場 它可以做到 人真的很清水 這樣 然後 但是說 在生態的富裕區 它也可以做得很野地 自然 然後但是我們可以不用 我們可以藉由分區的方法 讓人跟生物都可以找到它彼此 它活動的地方 好 那 我們有了剛剛的這些 知識的基礎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是今天的重頭戲 今天的重頭戲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把大家 分成四大組 然後做分組的討論 總共是九十分鐘 然後 九十分鐘的討論完之後呢 你們每一組都要推派一個代表 出來跟大家分享六分鐘 然後為什麼要做這個分享呢 其實是因為 比如說每一組的 人的組成可能不太一樣 然後或是桌長的性質不太一樣 所以也許每一組 它會做出不同的方案 那也許你可以看看說 別人做的方案是什麼意思 也許大家可以互相學習 互相調整這樣 然後我們中間有一個 下午茶十五分鐘的休息 然後如果你的生物代言人 還沒有票選的人 可以幫我們票選這樣 好 那 在桌長介紹的部分 交給我 我們 刻意找了四位 不同背景的桌長 然後 要讓待會的四個組 所產出來的一個 內容 會有一點點特色 那這樣表示實際 我們其實也是在學習 在各位的這個幫助之下 未來這個公園的設計 這勢力的設計 又有什麼樣的個性跟特色 所以我們有沒有方案 基本上我們 有一點初步方案 但是我們希望先不要拿出來 我們希望聽大家的方案 然後大家對這個勢力的想法 這個今天就會有四組 日後裡面還有很多意見的話 也可以放進來 讓這些方案 越來越豐富 越來越成熟 那今天的四位桌長 基本上我們現在要越來越習慣怎麼討論 所以桌長就是 陪著大家一塊討論 整個你們未來對這個設計的構想 所以 我還沒介紹桌長之前 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每一組 會有一個大的圖 這個圖是現況的圖 現況的一些現況 測量圖 它有樹有房子等等 那桌長對這裡的環境 大概有稍稍的認識了 所以待會陪著你們 這裡面的一些環境樹 還有房子 還有它的整個對水系的系統 到底要怎麼樣來做安排 所以大家今天都是設計師 都是規劃師 而且你還有一些角色扮演的機會 你是環教的人 或是你是生物之一 或是你本身就是人 今天大家都是人沒有錯 但是有個角色扮演 待會會做一些說明 那我先來報告一下 介紹一下為什麼 我們會這樣安排 第一個位 我們是先從社區出發的 老師來做計算 他叫黃麗炳 黃麗炳就是社大的專員 年輕人 他是在信義社大經營的 這幾年來 看到社大的蓬勃發展 而且他就是在地的 我們很多很多這樣的資源 他比較了解 他所帶出來的社區的 性質的設計方案 有他的特色 第二部分是陳明儀 陳明儀是我們辦公室的資深設計師 他的背景是都市設計 做都市的 你要叫他開發房子 開發幾萬坪他做得到 他可以開發一個生態城市 所以他的開發性質也許比較強 但他因為在我們公司 所以也許也沒有那麼開發也不一定 待會看看 待會大家跟他們討論 他會帶領大家做討論 第三位就是早上跟我們分享 因為是生態觀察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的 總製作人 黃麗炳光老師 他對於植物動物水生路上的 公司也任養了很多農田 所以他對於生態環境上面 或是怎麼經營這些生態環境 非常非常熟悉 他還在中原景觀系的教書 這是黃麗炳 所以他也是一個光譜 那最後一個就是剛剛 早上也跟我們分享的陳董 陳老師 他是荒野的 所以荒野就是另外更極端的 他希望都是荒野不一定 但是陳老師其實是在荒野跟自然跟人之間 很多很多智慧的一些憂慮 所以陳老師雖然有感性也有理性的一部分 所以這四位老師其實都有他很重要的特色 就看看我們今天參加的學院跟他的一些互動 那學院我們也分出來了 分到每一個桌長去 其實剛剛我們有暗示的放在每一個吃飯的票上面 但是你們票都丟了 或是交給我們 所以記得自己還在哪一組的舉手 大概還不到兩成三成 所以有的還記得 那因為怕你們也忘記了 所以我們請我們工作人員再把每一組的說明一下 再來 餵 因為各組的人數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也有一些小調整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拿到的是 跟一開始吃飯的票券上面的號碼不太一樣 所以以現在公佈的為主 那第一組的名單是 那第一組的名單是 張貴甫 劉應秀 王淑芬 黃清梅 第三組是 中德 張生田 黃秋紅 王美玉 洛玉婷 王仁端 欸 王仁瑞 不好意思 那第四組是 那第四組是 陳義豐 林巧語 簡寶玉 然後 許先生 陳建仁 周忠明 尤漢清 好 那有誰是沒有分到組或是不清楚的 然後如果名字不小心念錯話是不好意思 沙波老師要參加人 你要講話 好 首先來跟各位恭喜 你們現在參加的這一種 是進展的相當的前端的 第二呢要給各位講的 大陸的那一套 離我們台灣遠的一塌無塗 所以你就看看就可以了 那他們到我們台灣 跟我們台灣勢力學會 互動的目的呢 就是要學我們台灣的 你們怎麼可以做到這麼自然 他們就是那麼的人做的東西就對了 那第三呢是 我提供一些基本的思維 你們等一下再討論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做這案子呢 做這類案子已經做了將近十年了 第一個一個生態系統有三個營造力 一個是自然營造力 就是說這裡的山啊 這裡的水啊 這裡等等的 所以你一定要根據這個自然營造來操作 第二呢就是這個 這位地呢因為自然營造力就產生很多的棲地 在棲地呢就會養出各種不同的生物 所以你第三個呢就要 第二個要考慮到叫生命力 所以你們會討那些代表的 那你如果想到是 那個動物你想到牠活來 那你就要根據牠的生活史 去營造出那個棲地特徵來 那第三呢就是我們的自然 我們的意志力 我們人做這些事情呢 說來還是對我們人要用嘛 所以人在用的時候呢 你就要考慮到財務怎麼來 將來有沒有辦法做所謂的 環境交易場啊 做生態理由啦 做些什麼啦 按照這個山 但是因為我們對人很了解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說 如果說人來牠是開車子的 那我們就要給牠一個停車場 可是呢我們對這個鳥不了解 對這個動物不了解 牠也是一樣的隱私 難以安全啊 所以牠要怎麼過自治 你之後真的不知道的時候呢 你就要問王一波說 牠在哪裡 作哀 潮在哪裡 牠在哪裡吃飯 牠在哪裡的 那我們做的這些基地 是不是過牠過自治 所以一定會成立一個什麼 將來怎麼做經營管理 怎麼去監測牠有沒有成功等等 然後志工怎麼可以進來 所以要把這一套都弄好 那我們現在談的 私地的經營管理策略很簡單 就叫做地景特色的經營管理 那所以你一定要把這 用規劃成很多很多的區域 來作業 還一定要提醒各位的 動物很怕人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 所以剛才找到那個 陳老師就說 絕對不要做環節 絕對不要做環節 做環節 人很好用 動物就沒有了 最後一點跟各位道歉 我下午還有事情 所以我會聽 看到你們的所謂的五叉 那我就會離開 恭喜各位 有好機會還要的血洗 謝謝 謝謝 謝謝張波浩老師 那我們就把那個 怎麼進行再說明一下 再開始分組 好 那我們整個分組討論的時間 總共是90分鐘 然後我們是建議說 前30分鐘 大家可以討論分區 分區的意思就是說 你有生態富裕區 有反衝區 人為活動區 你到底要把它配置在哪邊 然後大概多大 你們可以先 就是每一個人 然後先討論一下說 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件事情就是 討論配置 那這個配置是什麼意思呢 配置就是說 你們每一個人都會拿到一個角色 然後只是說這個角色 有的人是很偏向生活的角色 就比如說他可能是一個阿公 然後他每天想要來這裡散步 然後或者是說 他是一個媽媽 或是爸爸 推著娃娃車的這種生活的角色 可是也有人可能他分配到的角色是 他就是台灣藍雀 然後所以他就要 你知道你是台灣藍雀的時候 你就要幫你自己的家找一個地方 你的窩找一個地方什麼的 然後 大概是這樣 然後所以 你在討論分區的時候 我們目前每一桌 都會有兩張圖 一個是空照圖 空照圖 你就可以看出 綠色的森林 大概是什麼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推測出 動物從哪邊來什麼的 然後比如說這個市區 那人會從哪邊來 然後但是在這個空照圖上 很難畫畫 很難著色 所以我們有提供這個地形圖 黑白的地形圖 然後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 在你們的不同分桌裡面 然後有不同的討論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角色扮演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 你們等一下每一桌 大家可以選你要的角色 比如說我們有分生活 生活生態跟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就比如說 欸你可能是一個國中老師 你要帶學生來這裡 那你帶一群學生 你總不能都叫他站在路上吧 所以你可能要設置一個空間 才有辦法來做 然後但是這都只是 人的活動需求嘛 所以 我們還有另外設計 動物的活動需求 就是說 你這個生物富裕區 不是說掛一個牌 寫生態富裕區 然後台灣藍卓 就要站在那裡 讓你拍照 也就是不太可能 因為這不是動物園 然後你一定要有 他喜歡的空間 你幫他創造了他的棲地 他就會默默的半夜爬來 就不用跟你報名 他就慢慢偷偷潛入這個地方了 然後所以 我們有一些生物的卡片 就是你要創造那個棲地 你才能把這隻動物給貼上去 到你的圖上來 就是大家不能作弊這樣 然後所以 我們有一張這個A0的圖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把你的棲地 等等的 用在這個上面 然後像比如說 我們也會有一些相關的照片 讓你們想像說 欸比如說 他要的刺森林大概是什麼感覺 並不是說什麼像那種 你知道歐洲美國那種 下面是草皮 然後上面就是插幾棵樹 就不是這樣 台灣的可能都需要複城的植栽 他才有地方可以做窩什麼的 然後或者是一些林園的濕地 就是在 濕地 然後可是是在森林的旁邊 然後這樣子 台北樹啊可能就有辦法來這裡 然後或是潛水區的林澤 然後像這種 就是給比較短角的 的鳥來用 然後還有一些開放式的水域 比如說像這種 小BT 然後它 它是油漆 它需要游泳的空間 你這淺 你的水太淺它就擱淺了 對 所以你要幫不同的生物設計 不同的棲地 它才會想要來 然後我們有一些道具可以用 你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現在桌子上啊 這個紅色的紙張就代表鹿 就是人要使用的鹿嘛 動物會自己開駐自己的一條鹿 然後那是人有鹿可以使用 然後 綠色的色紙 是比如說草皮 可是草皮它其實你知道草皮住不了什麼動物嘛 所以我們有設計 欸 我們的這個 對 我們等一下有這個色卡 這個色卡 彩色色卡 就是所以有一些鑄成植栽 它有一些灌木 或是一些地背植物 或是甚至有樹 然後你是可以把它插到你的基地上面來 可是只有這樣子 我們還是不能夠構成 我們是濕地公園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 這個藍色的色紙 就是變成你的濕地公園的水域到底在哪裡 就是用這個藍色來代表 然後你可以自己做成湖 你也可以做成一條彎彎的小河流 或者是都有 這樣也是可以的 然後所以你可以有這些材料 然後桌掌 然後你有很多問題嘛 桌掌會引導你 然後陪你們一起討論 然後你知道 大家不要說什麼 我就是生物的角色 然後所以生物最大 然後你就把生物的區域佔滿了 然後等一下桌掌有時間的話 他還會不玩一個遊戲 就是角色轉換 就是說 欸 你突然間從一隻生物 然後變成一個生活的人的時候 就是你可能對於配置的想法 會不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把握時間 我們現在從兩點到三點半 都是分組討論的時間 好 那你們移動之前 給我一分鐘 我們把桌子擺好 下面有兩組 上面有兩組 那下面就是 我這個位置是第一組 這邊是第二組 然後靠右邊上面是第三組 那這是第四組 我們請桌子 先按照我剛剛說的順序 按照順序來把你的位置先站好 讓我們組員可以到你每一桌去 我再說一次 這邊是第一組 下面第一跟第二 然後第三、第四 像德鴻老師就在這邊 雨後老師在樓上的右手邊 我們桌子跟椅子 為什麼我們放在這邊 就是這邊裡面比較涼快 在外面真的比較熱 可能吵起來就滿身大汗了 這邊大概就比較舒服一點 每一桌都有道具 桌長可以先檢查一下 假如道具沒有或是不夠 可以再跟我們講 我們來準備 那今天因為下雨的關係 所以原來報名的將近四十幾個 那有的沒有來 所以我們就會比較充裕一點的討論 甚至每一組的人比較少 討論時間就會比較能夠完整的說明 好 所以我們的椅子都擺好以後 樓上的三、四組都可以先來慢慢就位了 除非你不知道你是哪一組的 可以再問一下我們的工作人員 那我們就開始行動 行動完了時間上就可以掉